今晚是用一个特别的方法 跟大家在blog见面 因为手痛写得多 打字打得多都痛 所以今晚试试什么用 录影以大家聊天的方式 去做南话blog 亦是第一次 首先第一是经过一周 上周南话做了什么 因为上周要准备香港队的热身赛 前晚赢了新加坡 赢了1比0 很多球迷都有看过 表现算不错 希望将来再进入球 昨天我们足总 亦是开了一个董事会 讲一讲亚洲杯的华为赛 在10月15日 现在因为我们有很大机会 香港队可以出到线 所以那场球队我相信都会 挺空荡的 希望到时多些球迷入场 讲回南话 南话今早早 与教练团 是汇州的例会 分别教练团都非常有心 有心机写了很多报告 帮助我们上一场对南区 或者明天那场球 对飞马应该怎么部署 一个很详细的报告 告诉我 球员的状态都非常好 除了陈伟豪和廖家乐 刚刚商论之后 已经加入了操练 但相信明天就不会派上阵 其他球员的士气 或者是香港队打完 对打完 星期二那场球员都没有匹态 教练说 依然那个士气非常好 相信可以算上季的战果一样 可以再击败飞马 到时希望大家入场多些人 捧场打起 虽然明天在旺角球场 五点半不是南话主场 是飞马 但我都希望多些球迷入场支持 因为在第一周里面 在这两届来说 我们香港的甲组联赛的入场数字 都接近1万个人 都破了纪录 希望陆续有利 多些人支持香港足球 另外说一下 南话队的动向 今天我们有提法 因为在11月初 我们会有空档的时间 是没有赛事的 因为去年南话是团赛冠军 所以是有资格去参加这个湖港杯 今天经过我们教练团开会 我们决定去参加湖港杯 一场就是在上海 我们作客 一场就是香港主场 到时有详细的 对哪一队 时间 地点 我们会再跟大家说 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声 希望明天准时入场 5点半 王国大九场 南马必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